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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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广州市南沙区万寝沙镇立新沙大桥 22号遭到船只的撞击 桥体断裂 截至2月22号的上午十点中 经过初步调查 涉事故车辆四辆 电动摩托车一辆 其中两辆车落水 其他三辆落至船上 截至目前为止 两个人获救 有两个人死亡 有一名船员受到了轻伤 三个人是失联的 另一方面事故原因还在调查 救援工作正在全力的有序展开 现在根据广州海事局的通报 22号的凌晨5点半左右 有一艘集装箱 这集装箱的船是空在 是从佛山南海开往广州南沙的途中 航经红旗立水道的时候 触碰到了立新沙大桥的桥墩 导致桥面断裂 相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 开展应急救援 立新沙大桥的航段跟路面 已经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有船渡来提供居民出行 涉事的船主已经被控制 随着事故的发生 我们记者已经赶到广州南沙 陈瑞熙在线上 瑞熙午安 想议中午好 瑞熙我们现在看到 你的背后有船员 还有一些工作者 都在密切的搜救当中 最新的情况如何 预计后续有什么样子的发展 好的 祥姨 那么其实这次事故 是发生在今天早间的五点半左右 那么我们十一点左右 到达现场之后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镜头来看一下 这次受到撞击的桥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目前根据我们肉眼观察 得到这艘船体在撞击桥灯之后 桥面进行断裂 那么整个长度 大约是在20到30米左右 那么另外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受到撞击的桥蹲 也有大概5到10度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倾斜 那么但是目前我们来到之后 看见这个撞击的货船 是已经被拖船拉开了 那么撞击事件发生之后 目前整个水道的一个航线 包括是桥面连接的两处的公路 都是受到了双向的一个管控 我们可以看到在水面上 除了有海市海景的船量 这是可以正常通行之外 大部分的渔船和货船 都要停留在水面 那么是不得航行 那么相信他们也是在等待 有负航的这么样一个通知 那么根据目前我们所了解到 在这一次的整个事件 发生的过程当中 其实桥面是有车辆 正在进行通过的 根据通告 现在一共是有5辆车辆 是因为事件撞击而掉落 那么现在是有3辆的车辆 是掉落在了船上 另外是有2辆车辆 是掉落在了水面 那么其实目前我们看到 巴士集团的一个公告 就这5辆车辆里面 其中包括一辆公交巴士 那么这个公交巴士 在整个运行过程当中 因为时间比较稍早 所以整个公交巴士 只有驾驶员一人 那么在当时 其实巴士集团也是紧急的 在联系这名驾驶员 但是因为整个 包括我们说路面 也在受行管控 那么其实没有第一时间 连络到这名驾驶员的 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 利兴沙大桥 它其实是连接三明岛 以及是万寝沙镇 特别是三明岛居民 出入岛的一个 最主要的通行方式 而现在桥面出现坍塌之后 三明岛大约有700名的 7000名的这样的一个居民 他们主要的一个通行方式 是受阻的 同时包括像人员的出行 包括像一些货物 蔬菜的一个运输要出岛 都面临了一些困难 不过当地的一些官员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 现在他们也在紧急的 安排一些渔船和船量 是安排人员的一个出岛 但是货物的方面 目前可能还没有 暂时没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安排 那么利兴沙大桥 在2021年和2023年 其实都进行过 加固的这么一个工程 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 事件发生之后 广州市的主政官员 也是来到现场 对事件做进一步的调查 那么以及是对伤员 进行及时的一个救治 那么另外呢 我们最终 我们现在目前在大桥 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的一个救援的情况 在船体上的救援情况 已经是基本结束了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一次还有两辆车辆 是调入到水面的 有三名人员是失联的 那么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也是派出了六名的潜水员 以及是一台救捞船 那么是来到现场 那么继续是对水面以下的人员 去进行一个搜救的 那么以上就是 我们在这个万寝沙镇 大桥的现场 了解到最新情况 现在把时间将会给香港 好的了解 谢谢瑞西在前方 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另外呢 台湾海巡船艇驱逐大陆渔船 导致两死事件 也在持续的延烧当中 不少金门当地的居民就在担心 这一事件会影响两岸关系 并且对当地经济和观光业的发展 造成抽集 台湾海巡署船艇追逐大陆渔船 导致大陆渔船翻覆 造成两人罹难事件 在金门引发讨论 当地渔民表示 两岸渔民在渔场相遇是常态 就是看到他们就是我们各补各的 然后只要我们皮子之间的网 没有绞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任何纠纷 因为我们抓的鱼的话 跟他们抓的鱼不太一样 而且他们出海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经过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能够调查清楚 然后彼此之间两岸这边 能够有一个合目 就是一种共识 然后能够圆满这样子达成共识 这样子让金门渔民出海捕鱼会比较安心一点 金门是台湾的领导 观光收益对金门相当重要 不少名产店业者撑过新冠疫情的低潮期 迎来役后复苏 担心事件会影响两岸关系 冲击当地的观光发展 会担心 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平安 也不要追太紧 就是有什么事情好好沟通 因为我们现在就像一家人一样 当然和平最好的 哪上有什么好 因为没有 大家没有钱赚 大家没有通啊 没有什么都没有 当然是会怕 金门当地居民对于近期发生的事件 都感到非常的遗憾 也希望事件能够圆满的落幕 让两岸和平交流 凤凰卫视蓝镜图纪敏怀 金门报导 台湾海巡署船只驱离 大陆渔船导致两人死亡 幸存渔民控诉台湾海巡署 恶意冲撞 有国民党立委就痛批蔡政府 第一时间说谎 包庇海巡署 后续处理也是荒腔走板 台湾海巡署遭指控 冲撞大陆渔船造成两人死亡 随着真相逐渐曝光 台湾海巡署坦承 执行任务过程并未录影 国民党立委痛批 海巡署理亏在前 掩盖真相在后 为什么会没有录音录影的全程记录 民进党政府应该要告诉国人 好好的说明清楚 这一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我们更重要的是 民进党政府为什么过去到现在 怎么感觉遇到重大的争议事件的时候 就会有些资料突然不见了 一开始我们收到资讯 还以为是我们完全执法没有问题 但是最后却发现完全没有影片 也没有任何记录 所以我们要质疑的是 海巡署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到底在掩盖什么 台湾海巡署原本宣称 大陆渔船是在逃窜过程中不甚翻覆 后来又说是蛇行巨简导致 国民党质疑 海巡署的主管机关 海委会主委管毕林 其实早就知道真相 却刻意隐瞒 所以如果管毕林主委第一时间 就把整个过程做清楚的描述 我觉得事情不会 越闹越大 你后来被金门地检署发现以后 才改口 这会让大家感觉黑箱 感觉不诚实 感觉有猫腻 国民党呼吁 民进党政府必须尽快和大陆方面恢复对话 只有公布真相 才能让两岸不会陷入恶意螺旋 面对各方谴责 虽然台湾海巡署人未认错 但已经表示 全案以交由司法机关调查会全力配合 而在政府方面则是传出要求内部管控过激的发言 避免情势持续升温 以上是富王卫视记者黄家藤廖起光 在台北的报导 另外根据台媒的报导 马祖海域在21号的下午出现三艘大陆执法船只 报导指出根据中国港口网船舶这一宗资讯 三艘的大陆执法船只分别出现在 马祖南竿的东方西方以及西南方 其中有一艘的海警船 距离马祖一度只有5.5海里的距离 对此台湾海巡署表示 马祖地区状况一切正常 确实是有两艘的大陆海警船在活动 但是都在所谓的限制水域外 海巡署指出台湾离岛周边海域外围 时常有不少的大陆船只 如果艘次跟平常一样的话 就是没有异常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近日强调 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说 而大陆的海警部门开展 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 有利于维护相关海域的正常秩序 保障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大陆要求台方严惩相关责任人 但是台方将撞船命案 比喻成交通车祸 看不出相关主管单位 准备公布事实真相 来看一下今天的凤凰观察 事件肇事方海巡署的上级单位 是台湾行政院下属的海委会 主管管碧林在社交账号上 对外界质疑隐匿真相做出回应 说海巡没有隐匿的动机 几天前就揭露 本案受第三人责任险的保障 就是有碰撞 海上和路上的车祸是一样的 没有碰撞怎么会有第三人责任险 他还用一张对话截图 证明事前已经和相关所属单位沟通 定调措辞 这是在刻意恶化 将具有潜在刑事性质的撞死人的命案 包装成普通交通车祸 用第三人责任险的说辞 是在避重就轻 更像是在说明台湾风险保障制度健全 重视所谓的权益 这至多只是通案处理的原则 而不是这个重大案件中是否碰撞致死的说明 命案发生后 管碧林多次发文 反驳大陆认定的台方粗暴对待大陆渔民 他肯定海巡人员的表现 互独子心切 勉励对工作自我认同 要感到骄傲 隔空与大陆对抢 他认为海巡的行为是执法 不是恶行 台方不偏不移 大公无私 台湾的司法会还原真相 事件也会受到检视 在管碧林的理解中 要依靠司法还原真相 不是依靠现场完整视频 这或许解释了 他从一开始就有可能 接报有关视频的信息 事后将舆论风向带到所谓司法 靠司法人员的自由行政 而不是依靠真正有说服力的原始视频 大陆死难者家属 没有出席海巡署办的头期法会 一方面是因为对香烟结果有异议 也是对于管碧林的态度 法会现场可见有两幅悬挂的同体大碑 分别是两名死者于清松 来带文先生千古 但落款是行政院海洋管理委员会 主委管碧林 一个命案肇事者的高级袒护 这同的是南门子碑 凤凰卫视乔晓峰相关报道 欢迎回来 2月22号 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菲律宾非法清闯黄鹰岛临近海域的 渔业和水产资源局3002传 希望听到中国的声音 慕安慧为此举干中国专场 中方发出明确信号 指中国将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王毅指出 慕安慧期间 中美外长的会晤是坦诚 实质和建设性的 中方强调 美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奉行积极务实对华政策 将两国元首就金山会晤 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 双方同意保持各领域对话沟通 并就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看法 针对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 巴以冲突持续外溢问题 王毅表示 乌克兰危机长期化 复杂化 扩大化 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任何冲突的终点都是回到谈判桌 中方认为政治解决是唯一出路 只要和平还有一线希望 就应不放弃促和努力 如果早一天开启和谈 损失就会减少一分 而对于巴以冲突 中国的立场很清楚 一是立即停火指战 二是确保人道救援 三是释放所有扣押人员 四是召开国际合会 重启两国方案 最终实现巴以两国和平共处 阿拉伯和犹太两民族和谐共存 在为问及 从欧洲多国政要进行密集交流的感受和期待时 王毅表示 去年以来 中欧全面重启各层级面对面交流 全面激活各领域对话合作 中欧关系呈现稳中向上的良好势头 他感到欧洲对华的理性认知再增多 认为中国的发展符合历史的逻辑 欧洲对此不应惧怕 更不应拒绝 欧方对加强中欧各层级交往 态度积极 对深化务实合作热情很高 希望经贸 能源 绿色 数字 教育 人文等领域合作 取得更多具体成果 欧洲各界都明确反对脱钩 有时之时开始反思去风险带来的风险 只要中欧加强合作 新冷战就打不起来 阵营对抗就搞不下去 谈及中方对中法关系的展望时 王毅强调 中法都是具有全球影响的独立自主大国 两国关系历来具有超越双边的战略意义 双方同意开展高层级互访 加强战略沟通 为推动解决国际地区热点问题 携手发挥建设性作用 为构建平等有序的多极世界 共同做出积极贡献 双方都认为脱钩锻炼不可取 保护主义只会导致双输 一致同意要坚持把蛋糕做大 此外 对于中国与西班牙的关系与合作 王毅表示 西班牙是中国在欧洲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也是互惠开放的好伙伴 此访期间 双方强调要巩固传统友好 深化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重申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相互支持彼此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继续致力于打造具有战略定义的双边关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21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 东道主巴西外长维埃拉在主持开幕式时表示 全球冲突持续的爆发 显示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次会议为期两天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等 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出席会议 当前热点冲突引发的国际危机和全球治理改革 是运会各方讨论的首要议题 21号各国代表就当前国际热点冲突问题交换意见 巴西外长维埃拉在主持开幕式时表示 当前国际冲突四起 显示了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没有足够的能力 来应对全球挑战 造成无辜平民受到伤害 维埃拉还说 二十国集团可能是当下最重要的国际论坛 能够让立场截然不同的国家坐下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 当天的会议通过了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 在纽约举行本年度第二次二十国集团外长会的决定 巴西希望借此举加强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的讨论与合作 并有力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22号各国代表将就巴西提出的 以全球治理改革应对当前国际危机的议题进行讨论 本次会议还将讨论减平应对气候变化和环保等议题 红华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21号表示 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7500万美元的先进战术数据链系统 五角大楼表示 其中包括跨域解决方案 全球定位系统接收装置 通讯设备及相关的后勤支持等 已经知会了国会这份军售计划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计划 可能是提升现有的Link-16系统 也可能是Link-22系统 要提升共同作战图像效能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2月初台中市政府验出 台糖肉片里含有瘦肉精西部特罗 但是究竟瘦肉精从何而来 至今人无定论 实验署在21号的下午 召开了专家会议 但焦点却放在台中实验室 有没有遭到污染 国民党的立委批评 此举如同私设刑堂 而民进党是假借实安之名 行斗争之实 过年前台中市政府 在市售的台糖猪肉片中 验出含有瘦肉精西部特罗 引发哗然 为了厘清肉品的污染来源 为福部食药署 21号召开专家会议 但会议主轴不是追查肉品源头 而是扩大检验实验室 有无污染 引发议论 他处理的这个方式 感觉到是实设行堂 专门是修理 而且焦点集中在台中市的 那个卫生局的实验室里 有没有被污染 老百姓看到的事是 你假借死安之名 行斗争之时 南营立委不满 恢复部在2月初 已表明可以排除 实验室污染问题 现在却大走回头路 在实验室上做文章 明显是政治操作 让实验真相实陈大海 还是要针对溯源管理的部分 好好的处理 不然未来每一次 如果发生实验问题 是不是地方政府 第一线如果查到了 还要担心说 会不会被人家质疑 是实验室污染 我想这对台湾的实验 没有这边的帮助 即使行政院长陈建仁 到立法院进行实验专案报告 也只是准备好一套说辞 应付了事 我对他的实验专报 我敢说啦 我敢说我不抱任何的希望 因为他基本上 已经把这个事情 王毕正人把这个事情 打向政治事件 一政治事件就没有真相 台湾相关部会 近期会陆续召开专家会议 讨论肉品中 含有西部特罗的可能来源 之后会将结果陆续会到 台湾行政院的食品安全办公室 预计在三月份 就会对外公布结果 凤凰维持彭世亭 柯志强台北报道 把金口拉回香港 有媒体报道说 特区政府早前提出 要扩大内地的旅客来港数目 也获得中央政府积极回应 包括会增加自由行的城市 香港文化体育 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回应就指出 会就相关议题 与内地其他部委商讨 我们会继续就不同 利便内地旅客的措施 例如会不会增加自由行的城市 或者增加内地旅客 个人自用进境物品免税等等 和内地其他的部委是相讨 杨润雄表示 特区政府一直开拓多元化的客源市场 吸引高增值过夜旅客来港 至内地仍然是香港最主要的旅客来源地 维持总旅客量八成 对香港的旅游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当局未来也会继续加强 东南亚市场的宣传 以及推广和重点开拓穆斯林旅客的市场 要提醒您出行要特别注意 因为中央气象台在22号继续发布 大风蓝色预警 寒潮橙色预警 以及冰冻黄色预警 还有暴雪黄色预警 内地多个省份出现大范围的 雨雪冰冻天气 交通出行受到影响 香港运输署就指出 接到内地铁路单位的通报 由于天气恶劣 今明两天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 以及内地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 取消班次的包括今天也就是22号 由天津西前往香港西九龙的G305车次 由香港西九龙前往广州南的G6506车次 而明天由广州南前往香港西九龙的G6505车次 以及由香港西九龙前往天津西的G306车次 目前港铁正在向内地了解情况 呼吁有需要的旅客使用其他的跨境交通工具 前往内地 这下提供给您股市动态 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普遍上好 芯片股英伟达业绩理想也带动科技股上好 日本和韩国股市双双创历史新高 日经指数大涨2% 占上了39000点的正数关口上方 台湾股市也是上升超过0.7% 呼指中午暂报2965点上升14点 升幅0.49% 半日成交2200亿人民币 深圳指中午暴在8992点上升16点 升幅0.19% 半日成交2861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升指数低开13点之后反复靠稳 恒指中午暴在16528点上升24点 升幅0.15% 半日成交486亿港元 有调查就显示 华为在去年第四季度 在中国的平板电脑出货量超越苹果公司 是13年以来 中国平板电脑市场的出货 出现居首位的品牌替换 调研公司IDC的调查显示 在去年第四季中国平板电脑出货量大约为817万台 按年下跌大约是5.7% 其内华为的出货量市占率是30.8% 领先苹果公司0.3个百分点 也是2010年以来 内地的平板电脑季度出货量 首次出现首位的品牌更替 IDC也指出 在去年第四季品牌厂商借助双11和年末促销 推出性价比的比较高的产品 也使品牌方赢得更多的新客户 以价格划分的话 2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产品份额 录得明显的按年增长 4000元以上的高价产品 则是下降的比较快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最新画面 这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在22号抵达香港 展开一连七天的考察调研 夏宝龙在早上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后 先参观机场设施 骑乘坐的车队大概中午离开机场 夏宝龙向在场的记者挥手打招呼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嘉超陪同 夏宝龙下午将会见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等 他此行也将了解香港经济发展 地区治理等方面的最新情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嘉超热烈欢迎夏宝龙 再次来港 并且感谢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重视 野门胡赛武装20号警告欧盟 不要加入美英在鸿海地区的护航联盟 否则来自欧盟的船只 也将被胡赛武装视作打击目标 野门胡赛武装外交部副部长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 阐明了胡赛武装对欧盟最近在鸿海启动护航任务的态度 他呼吁欧盟成员国从鸿海撤出海军舰艇 并停止支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行动 我们继续华言 今晚野门胡在武庄 从未针对任何欧洲船只 但欧盟发起了名为盾牌的 海军护航任务 以支持美国和英国 在鸿海地区的行动 并保护以色列在鸿海 和亚丁湾的海上航行 观众们认为 欧盟的军队 可以加上欧洲船 的军队的军队 在红海中的军队 他们认为 英国的军队 会准备饭食物和油 到欧盟 可能在欧盟国家的军队 可能会在欧盟国家的军队 我们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 2022年的2月24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 宣布俄乌特别军事行动 当年的2月25号 本台设置组 进入到乌东顿巴斯地区 并且在战场的第一线坚持至今 也即将较满两年的时间 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司组织下 本台设置组 在21号开始 系列采访 俄乌战争两周年特别报道 第一战是来到 目前顿巴斯战斗 最为热点的 扎波罗热 还有赫尔松战线 今天播出特别报道的第一集 我们父王卫视 从2022年的2月25号开始 进入到顿巴斯战区 我们主要是在俄军的方向 我们经历了 诺维特罗伊斯克战役 沃尔诺瓦哈战役 马里乌波尔战役 以及顿巴斯南线的 赫尔松战役 扎波罗热战役 还有就是别尔江斯克的事件 再往北面 我们还是参加了 包括北斗尼茨克战役 利西昌斯克战役 塞维尔斯克战役 以及欧姆战役 以及红色利曼战役 一直到今天的 包括索莱达尔 达赫木特 沃尔诺瓦哈以西的 乌格莱达尔 特别是马林卡 和阿富迪战役的进展 2月21号 我们来到了赫尔松方向的 新卡霍夫卡斯 这里离乌军占据数月的 克林基堡垒 只有50余公里 俄罗斯官方已经宣布 星期二的晚上 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 810海军陆战旅 已经攻占了克林基 乌军的主力 也渡河回到了右岸 当天 有来自赫尔松方向的报道称 克林基定居点内的一部分 仍然留在小谷乌军的手中 俄军的无人机 也正在攻击 渡河的乌军的船只 星期三 在扎布罗热房下 战斗发生在拉伯蒂诺 东西的两翼 主要在维尔伯夫和拉伯蒂诺 之间的区块 乌军调出大约有两个脸 试图反击 乌军在墓地地区 重新进行集结 但是招到了俄军 地炮和无人机的攻击 阿福杰伊夫卡方向 俄军的突击部队向西扩展战果 乌军的新的防线 目前在拉斯托齐金洛村 也被俄军濒临城下 有部分的乌军撤退到 佐梁斯基词堂后面的 奥尔洛夫卡村 湖区的西部 成为了乌军背水一战的阵地 其余的地区 目前都处于灰射地带 星期三的早上 俄军突击部队 在顿巴斯北线的利曼 建立起前进的桥头堡 俄军突击队向利曼的门户 特尼定居点 推进了约500多米 俄罗斯军事专家的观点 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 已经全面转向全线的防御 乌军的主要反击手段 就是利用西方先进的装备 和电子战的优势 企图消耗俄军的有胜力量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21号呼吁波兰政府和欧盟官员 前往波乌边界进行对话 以化解波兰农民 对乌克兰农产品的不满 泽林斯基并表示 示威现场出现轻俄标语 让乌克兰无法接受 在俄乌冲突持续之际 乌克兰与周边国家的摩擦 进一步加剧 波兰农民示威者日前全面封锁 波乌边境的道路和检查站 并宣布准备延长封锁到4月份 他们将从乌克兰进口的谷物 倒在路上 要求当局限制乌克兰农产品 带来的不公平竞争 泽林斯基批评过度政治化 导致共同成果崩溃 就像乌克兰谷物在波兰道路上 被促爆丢弃 这是乌克兰农民在面对 俄罗斯无情侵略的困难下重职的 此外市位现场出现了 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标语 泽林斯基对此表示无法接受 每次都知道浩克兰 这是 这就是不坦能 让我中间看法 这是 March simpler 波兰外交部表示正在调查亲普京横幅的行为 在俄乌冲突中波兰一直坚定支持乌克兰 但农民的抗议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边界封锁议会威胁对乌克兰前线的物资供应 泽连斯基用波兰语呼吁两国农民因团结起来 寻求共同解决方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在拔镜头转向西班牙 从2月初开始在西班牙多地持续进行 反政府示威活动的农民民 21号抵达了首都马德里的市中心 当地有数百辆的拖拉机和数千名 农业畜牧业从业者阻断 西班牙农业部前的一个马路 要表达对政府不满 今天马德里市中心的地面交通状况 处于几乎瘫痪的状态 因为有大约500辆拖拉机 从马德里北边的卡斯蒂亚来昂大区 和南边的卡斯蒂亚拉曼查大区 驶入了首都马德里的市中心 他们现在聚集在了西班牙农业部的门口 已经把整条马路完全封死住 举行抗议示威活动 上百辆得以进入西班牙首都 马德里城区的拖拉机等农用车 冲破执法部门设置的重重路障 抵达了位于马德里市中心的 西班牙农业部 与上千名身着黄色马甲 面对着农业部办公大楼 静坐的农牧民会合 他们挥舞着如果农村断产 城市将挨饿 农民即将灭绝等标语 表达对桑切斯政府的不满情绪 在西班牙得到政府批准的 组织协会表示 接下来将陆续举行更多抗议活动 直到政府愿意坐下来 与他们进行协商 凤凰卫视陈宁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法国农民日前倾倒农产品 和封锁道路来表达抗议 希望政府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 法国总理阿塔尔21号就承诺 政府会给出解决方案 希望能够阻止农民的抗议行动 法国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21日 在总理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多项措施 旨在缓解农业部门的不满情绪 他概述了一项农业法案 以实现法国的农业和粮食主权为目标 并向抗议农民作出数十项承诺 由于不满包括繁重的环保规则 来自欧盟以外的廉价进口产品的威胁 以及许多农民仍然遭受的低收入问题 法国农民上个月在全国范围内 举行大型抗议活动 随后他们的工会在政府承诺进行改革后 呼吁暂停抗议活动 在总理周三发表讲话前 农民再次封锁法国南部一条高速公路上 约70公里的路段 焚烧轮胎表达不满情绪 即将于本周末开幕的巴黎农业展览会 是要求政府满足他们条件的最后期限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周六参观农业展览会 法国最大的农民联盟和青年农民联盟已经宣布 他们将驾驶拖拉机参加周五在巴黎举行的农业展 再次向政府施压 方航卫视李萌威 法国巴黎报道 在印度有大批农民在21号也继续示威 要求政府制定法例提高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 而为了要阻止农民向首都来逼近 警方利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人群 导致多人受伤 画面上你看到是在庞泽普邦 还有哈利亚纳邦的接壤位置 安全部队使用无人机向示威的农民发射催泪瓦斯 导致农民很慌忙的逃散 另一方面 安全部队也使用了高压水枪驱散游行 造成多人受伤 农民则使用风筝诱捕 仅用无人机 他们也利用了弹弓跟信号枪来予以回击 在过去一周 数千名的农民在德里伊北 大约200公里的位置 与安全部队发生激烈冲突 而农民也一度暂停抗议活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日前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小组讨论会当中发言 谈起美中战略竞争时 他引用了一句老话 在国际体系中 如果你不坐在餐桌边 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 你愿意大不了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ou're going to be on the menu so i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re-engage multilaterally and we've done that when it comes to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there's no doubt that we have one with China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o be said first,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manage that relationship responsibly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hear 从世界各国的国家 明显不愿意去做 这就是对拜登在做的 当时关于其他国家 问题是不是说 你必须选择 问题是提供一个好选择 如果我们可以做 我相信我们可以 我们会继续 我觉得选择 选择很自然 在关注者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20号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 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为了避免性别歧视 进行用词建议的报道 评论说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 不配称为人 布林肯是在最近的一份 内部备忘录当中提到 国务院的人员不要使用 父亲母亲等性别 等这种特别性别的术语 那么对此扎哈罗瓦就说 美国政府现在认为 先生或女士的称呼是侮辱性的 并且提议用性别当中的 中性词来作为替换 但他认为称呼美国的外交官 先生或女士早就存在问题 因为他们为全球冲突 做出血腥的贡献 也因此他认为 这一部分的人们 配不上人们的这一个称呼 美国怀疑国内港口使用的先进 中国制造货运起重机 可能构成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 拜登政府因此计划 在未来五年投资超过200亿美元 制造新的起重机 来取代中国建造的起重机 拜登政府周三发布多项网络安全指令 旨在修复美国海港可能被黑客利用的漏洞 并解决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带来的安全风险 此举是拜登政府为改善海市网络安全而采取的 一系列行动中的一部分 具体措施包括要求美国船只和港口设施报告 网络攻击 赋予海岸警卫队更大的权力来检查或控制 以致或疑似网络威胁的船只 以及为美国港口的计算机网络提供安全标准 拜登政府还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资超过200亿美元 用于新的港口基础设施 其中包括在美国建造起重机 这将是美国30年来首次在国内生产起重机 美国官员还就中国制造的起重机的安全风险 发表了迄今为止最直接的公开声明 海岸警卫队网络司令部的负责人范恩表示 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倒约占美国港口使用的起重机的80%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表示 这些起重机的作用是将大型集装箱运进和运出港口 如果他们被恶意攻击 这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货物运输和军队的货物运输产生真正的影响 针对所谓的黑客行动 中国政府此前曾多次指责美国及其盟国散布的虚假信息 凤凰卫视王岐姚义伟华盛顿报道 英国高等法院对引渡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 到美国受审的案件在21号进入第二天 现年52岁的阿桑奇再次缺席庭审 而法官也没有当庭做出裁决 这意味着之后随时会宣布裁决结果 大批阿桑奇的支持者冒着大雨 在伦敦高等法院门外示威要求释放阿桑奇 维基解密方面代表强调 被美国政府以18项罪名指控的阿桑奇 一旦被引渡到美国 将面临最长175年的刑期 阿桑奇的妻子斯特拉在休庭期间对外界重申 阿桑奇目前是当作政治犯被关押在伦敦 他还强调如果阿桑奇不被释放 他的命运就会和不久前去世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纳瓦·魅利一样 阿桑奇团队想利用欧盟部分法规 在英国脱欧后暂时仍然适用于英国 尝试向英国法院施压 但阿桑奇庭审案恰逢有关英国遣送非法移民 到卢旺达安置的法案 也遭到人权律师想通过欧洲人权法院 向英国政府施压 一些保守党议员21号敦促首相苏纳克 这个时候不能向欧洲人权法院做出任何让步 而这也间接给阿桑奇团队带来了阻力 围绕着阿桑奇是不是应当被引渡到美国的案件 在伦敦进入中选阶段 外界也在关注这起案件背后 是不是充满了复杂的政治动机 尤其是今年是美国和英国的大选年 在很多英国人看来 目前在民间人气高涨的英国反对党 共当领袖斯塔莫的态度非常关键 而斯塔莫早前就表态说 他对于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并不持异议 所以一些英国人就认为 一旦工党执政的话 那在处理这起案件的态度上 也不会同目前的执政保护党有太大的差别 富豪卫视 曹杰 林莫克 伦敦报道 韩国一届集体请辞和罢工浪潮 22号进入到第三天 医疗系统病临瘫痪 政府已经向六千多名医生下达了复工令 韩国各地实习和住院医生 大规模集体请辞和离港持续 韩国政府22号通报 全国一百家主要实习医院当中 已经有九千二百七十五名实习和住院医生 承词 占到总数的一点三万多人的七成四 其中八千零二十四人已经离港缺勤 保健福祉部已经向六千二百二十八名实习和住院医生 下达了复工返港命令 3377人从所属医院收到不返港去认书 在政府和医界矛盾激化的情况之下 不少的患者手术日程受阻 医院优先地安排急诊和重症患者的手术 非紧急诊疗和手术则是被最大限度的推延 收尔五家最大的综合医院 手术日程已经减半 而部分医院的手术日程则是削减约三成之多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件专列 举手定我们各节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